地球村币值最高的十种货币 美元居然是倒数 世界上基本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货币 目前全世界有约一百七十种货币 大家所熟知的美元啊欧元啊和日元 是交易量为全球前三大的流通货币 而英镑澳元紧随其后 那么如此多的货币中哪个最值钱呢 这些货币大家都认识吗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0 澳元 以澳元等于4.8994人民币 自2010年澳元正式取代瑞士法郎的国际地位后 澳元成为全球第五大流通货币 得益于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 在外汇市场上 澳元为目前世界第五大交易量的流通货币 据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之后 约占世界总交易量的6% 澳元是澳大利亚 脑鲁 图巴鲁和基里巴斯的货币单位 加拿大地处北美 南靠美国本土 北街北冰洋 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矿产出产国之一 纽约货币市场及蒙特利尔·多伦多之间的家园交易 直接影响着家园汇率 创办于1934年的加拿大银行 是加拿大的中央银行 加拿大的货币发行就是由该银行负责的 由于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 同时加拿大居民主要是英法移民的后裔 股价来大的钞票有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 同时以英国统治者为主要图案 8.美元 以美元等于6.461人民币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世界第一经济均是强国 美元自然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储蓄货币 据不安全统计 美元占世界货币储蓄的62.3% 在二战以后 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达成协议 同意使用美元进行国际支付 现今全世界有将近80%的交易 都在用美元进行结算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货币 另外我们所除之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负责办理具体发行业务 而美国国会是美元发行的主要部门 7.瑞士法郎 一法郎等于7.0049人民币 瑞士自打1815年 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后 瑞士本土就再未卷入过任何战争 成为了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瑞士法郎也常被认为是传统避险货币 加上瑞士政府对金融外汇采取宽松的保护性政策 使大量的外汇涌入瑞士 瑞士法郎便成为稳健受欢迎的国际结算 与外汇交易货币之一 在国际外汇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中欧国家 瑞士法郎是瑞士列支敦士登的法定货币 由瑞士中央银行发行 有意思的是呢 可能由于瑞士地处欧元区 周边国家皆使用欧元 故瑞士的境内亦有机构 商谱通行欧元 6.欧元 1欧元等于7.6524人民币 欧元是1991年1月1日起 在欧盟国家中实行的统一货币政策 2002年7月正式开始流通 欧元符号的设计灵感来自希腊字母 两个横线象征着欧元的稳定性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欧洲文明的根基 欧元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自罗马帝国以来 欧洲货币改革最为重大的结果 欧元不仅仅使欧洲单一市场得以完善 也使得欧元区国家间自由贸易更加方便 作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 全球超过3.3亿人使用欧元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盟各国的中央银行 共同管理着这个庞大的货币系统 5.英镑 1英镑等于8.9338人民币 英镑曾一度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支付手段 和国际储备货币 是历史最为悠久 并在当今社会仍被使用的货币之一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美国的崛起 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日趋衰落 逐渐被美元所取代 但是呢 由于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了工业化的国家 时至今日 英镑在国际外汇交易中 仍然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占据着全球外汇储备第三名的位置 4.约旦 地纳尔 以约旦地纳尔等于9.1434人民币 约旦地纳尔市流通于约旦 以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货币 于1950年开始发行 约旦是个国土面积并不大的阿拉伯国家 相对于众所周知的中东局势 约旦人民生活水平 跟周围一票在打仗的邻居们 相比较为富裕 社会相对开放 是一个经济 政治和文化都比较稳定的国家 与中东国家普遍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不同 约旦石油储量较少 旅游业高级劳务输出 是约旦的支柱产业 约旦的金融系统也很发达 约旦全国有超过26家的上市私有银行 外国银行亦可在约旦设分行 但不得为境外实体实施融资 3.阿曼里亚尔 以阿曼里亚尔等于16.813人民币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 是一个没有宪法 没有议会 禁止任何政党活动的君主专制国家 油气收入 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5% 阿曼通过资源出口 成为了一个较富裕的阿拉伯国家 2010年联合国将阿曼 列为世界上在过去40年里 发展最完善的国家 世界银行也将其定义为 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之一 阿曼里亚尔自1986年 开始与美元挂钩 从那时起 也开始朝着 全球最值钱的货币方向发展 二 巴林地纳尔 以巴林地纳尔等于17.1698人民币 巴林是一个临近波斯湾西岸的岛国 巴林岛呢 是巴林最大的岛屿 听到波斯湾 你可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 巴林也是个油贩子 虽然巴林也卖油 但人家不依赖使用 巴林在旅游业和银行业颇有建树 该国首都麦纳麦 入住了许多大型金融机构 是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经济体之一 巴林地纳尔发行 由巴林货币局负责 一 科威特地纳尔 一科威特地纳尔等于21.5198人民币 你能体会到 住豪华酒店 只要30多块 在首都大小宵夜店铺上的标价 都是几毛钱的情况吗 不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物价便宜 而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货币 太值钱 科威特是个国家经济极为发达的地方 科威特地纳尔受科威特国家的经济繁荣 黄金储备 通货膨胀 以及该国对全球市场的巨量石油出口贸易 等因素的影响 让科威特地纳尔更加的值钱 虽然科威特地纳尔不具备普遍的全球流通性 但它确确实实是目前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 想了解更多资讯 请关注资讯很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